如果有寿命,但不是永恒,则寿命时间到了尽头就会死亡,所以再怎样的长寿,相对于得到永恒生命的解脱者来说,都是短寿。 如果生命的存在离不开身体的病痛,甚至需要躺在病床上,生活无法自理,这样的存在快活吗? 可以说非常没有尊严,不仅自己痛苦,照顾的人也辛苦,但是如果没有离开六道轮回,不管出生在什么境界,都要面对老病,身体老迈,器官衰弱,就算出世在天界,也有天人五衰,身心很不自在,很不安稳,这也是苦。 所以,如果能够脱离轮回,他的生命就能永远的健康的存在,而且身心安乐,神通自在,也就是说,他能够飞行变化,来去非常自由,想要什么就能有什么,是真正如意的境界。 这样的境界,就是解脱的境界,也是成佛的境界。 这样的境界并不是另行创造或者向外追求来的,而是断除贪嗔痴,离开轮回之后,自然会呈现的现象。 因为在我们的佛性当中,安乐自在与神通变化,本来就已具足了,所以不用再去追求,学习,创造,而是天性自然,人人本来就具有的。 可惜的是,我们现在因为被烦恼业障盖住,不但无法显现出这样的功能,而且受到烦恼以及业障的牵引,使我们身体有病苦,心中有烦恼,未来有无穷尽的轮回。 但是,以我们自己的力量,要脱离六道轮回,断除生死,是很不可能的。 那要怎么办呢?就要找其他的力量,也就是阿弥陀佛的救度。 阿弥陀佛的救度很容易,但是一般人却很难相信。 不止阿弥陀佛的救度很难相信,就是刚才所说的佛法的基础,善恶报应,三世因果,六道轮回,一般人也不容易相信。 想想看,地球上目前有七十几亿的人口,但有因缘学佛的人,却不到七分之一。 而且,在这七分之一的人当中,也只能说大多是对佛教有好感,并非每个人都符合佛法正性的本质。 一个正性的佛教徒,必然是相信有报应,有轮回,是皈依三宝学佛的人,而且踏上修学解脱的道路。 这样说起来,比例又更加的少了。 南无阿弥陀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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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